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地上足球 小组赛第三轮现在只有最后一天了 那么今天有葡萄牙的比赛 我不得不来说一下 最近葡萄牙发生了挺多事的 主力编后卫鲁罗门迪斯宣布退出世界杯 有很多兄弟问我对葡萄牙的影响大不大 毕竟我是比桑托斯更了解葡萄牙的 我只能说如果葡萄牙能够打到决赛 半决赛 那么对于葡萄牙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倘若葡萄牙出现意外 在16强8强的时候出局 那么鲁罗门迪斯的影响就不是很大的 鲁罗门迪斯的缺证更多是在编后卫的储备上 葡萄牙缺少了一颗旗子 因为目前整个编后卫的配置就只剩格雷罗 坎塞洛和达罗特缺少了门德斯 所以一旦这三个人有人受伤两个 或者有那么状态不好的 很难再从替补上去补 虽然说有一些人可以客串边后卫 但毕竟不是边后卫出身的 但是我相信这三个人如果要受伤同时受伤两个 那是需要一定的比赛积累才会受伤到两个 所以说如果门迪斯受伤导致边后卫不够用 那么一定是一个漫长的比赛过程 其次鲁罗T的比赛你能看出他的状态是很好的 超过了预期 就格雷罗我觉得他预期其实并不高的 但是没想到啊 格雷罗在这次世界杯所展现出来的状态 经济水平是没有下滑的 反而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格雷罗 相比于去年吧 相比于去年欧洲杯 这是最好的格雷罗 那么葡萄牙的这个分组啊 小组第一出现之后的分组有一点差 上半区南美的巴西阿根廷 还有欧洲的荷兰 只有这三个强队 然而下半区却迎击了整个欧洲的所有豪强 所以说葡萄牙很难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德国被淘汰了 如果德国以小组第二出现 那么葡萄牙很有可能在四强战 也就是四分之一决赛遭遇德国 那么现在可能在四分之一遭遇西班牙 那么有一说一 相对于德国 我更希望葡萄牙遭遇西班牙 虽然没有遇到最想遇到的日本队 但是 因为日本去了上半区吧 但是西班牙也是一个中等答案 不是最坏的答案 最坏的答案是害怕碰到德国 葡萄牙对西班牙 谁也不说谁更强 但是我更看好葡萄牙 西班牙是个软式子 在我的心中是一个软式子 如果你们看了欧国联 西班牙对葡萄牙的上半场 你就应该有这个了解 整个欧国联你们去复习一下 葡萄牙对西班牙上半场的比赛 上半场葡萄牙是全主力出战 对这西班牙 虽然说西班牙控球上有优势 但是整个上半场 西班牙的球都过不了半场 连半场都过不了 这是西班牙打葡萄牙的上半场 那么既然是欧国联是有一赛 那么下半场针对换人之后 西班牙的攻势是起来了 但整个上半场而言 葡萄牙是绝对的演压 半场攻防演练 所以这是葡萄牙对西班牙的一个优势 甚至葡萄牙对德国的话 我觉得可能都要翻车的 因为德国太克制葡萄牙了 德国不管是打法踢法 还是说